由福倫社3521区台北双溪、周美、木星以及基和网路福倫社 共同举办的城市设计种子教师培训计划 之前在埔里国小举办iPad捐赠仪式 希望透过城市设计的教学培养出种子教师 让埔里的学童能够学习到城市设计的基本概念 激发学童们的兴趣培养城市设计人才 今天是我们福倫社3521区台区 这四个社在我们保理顶基盘地区的福倫基金的观察 捐宣活动iPad和种子教学的活动 我也很高兴我们保理游戏的主题可以引进 我们台北的资源福倫社的地区的352区的资源来到保理 做到这个平安地区的种子的交涉 我们期待从这里发展到以后有更多福倫社的资源 可以益助在我们全国的大保理地区 由于福倫镇属于较乡的地区 对于新的资讯方面在学习上也是相对的困难 先议员廖志诚肯定福倫社的用心 让偏乡的儿童都有机会教授并学习新的技能 我们保理和台北的教育资源距离很大 城乡差距很大 这次可以透过我们的福倫社 尤其是在我们福利国小逼合的潘胜文社有 它的穿真引线 可以把事业生的爱心送到我们福利国小 让我们福利国小的师生可以用25周的iPad 来从事的网络包括设计 我们周美福倫社的潘胜文社有 一直网络设计的一个专家 所以说这会可以结合 其他人送爱心来到保理 让我们感觉非常感恩 感谢 虽然现今网络发达 很多新的资讯都能透过网络来传播 但对于这些新的知识以及技能 还是需要有系统性的来学习 才能够扎实基础 对于台北四个福倫社能够共同举办 城市设计种子计划 加会普里地区 福一长潘一泉也肯定他们的用心 让普里的子弟们都能够来学习新的知识以及技能 记者车文艺普里采访报道